大家好 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兰花 很多朋友都提到一个问题 刚买回来的兰花 兰花的根茎这里有很多枯萎的叶片 要不要给它处理呢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我们该怎么正确给它处理 处理之后有什么好处 像这种底下的这些枯萎的叶片 我们不处理的话 它有一个不好的地方 就是容易在这个地方滋生一些续菌 所以我们尽可能的把它处理掉 最好是在上盆之前 给它处理掉是最好的 因为上了盆之后 处理的话就会有点难度 增加难度 我们只要把它轻轻拔出来之后 把它割掉就可以了 这种情况很有可能 它在里面长有一颗新芽出来 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慢一点 慢慢剥开看看里面有没有新芽 有新芽的话 大家一定要小心的处理 如果把新芽伤到了 那就浪费了 慢慢的清理 大家不能急 像这种情况的话 大家一定要慢 如果在上盆之前清理的话 就好清理一点 清理之后 清理之后 它就减少续菌在里面繁殖 这样的话有利于炉头生长 像这种情况 这里有一颗新芽的话 我们更加要小心一点 大家也要注意一点 就是这个刀 不要扎上蓝苗 扎上蓝苗的话很容易腐烂 感染到炉头 让整颗植株都受到病害感染 导致死亡 我们把它处理掉之后 这个炉头这个位置更加通风 更加透气 更加的干爽 那么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希望这些技巧对大家有用 我们下期再见